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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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你可否再說一件事 是否小麥 是嗎? 妖精真是吃小麥大 難怪你這麼年輕 我不知道嗎? 很像嗎? 其實小麥也是其中一種 究竟五谷除了道和麥之外 還有甚麼呢 而五谷究竟對我們人體有甚麼好處 經常說吃五谷大的人 當然是接地氣 究竟五谷是怎樣的好法呢 請出我們今天的權威專家 馬上請出廣州中醫藥大學教授 石治救生導師 廣東省第二中醫院內分泌科主任 主任中醫師呂鴻教授 跟大家詳細講解 五谷其實… 說的是五谷 實際上從我們古人開始 以前叫八谷,不是叫五谷 八種 對,八種谷不是來養人的 但後來除了人類的進步和發展 認為五谷是對人體最好的東西 但是否正是五谷呢 實際上不是 五谷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就說這五谷基本上作為主食 來維持人類最基本的生成的需要 那是哪五谷呢 這裡也有了 大家可以看看 缸字是土,一個… 一種… 一種樹,一個… 一種樹,一個… 一個… 如果說後話,就是玉米 雞米… 這是玉米 用普通話說的,很認証的 是蚌蚌 是 那種豬 那種豬是粟米 是的 那織呢? 蛇織江山的織子 大家也知道 第三個是織 織就是很小熬竹籠的 小米 是呀 小米 是不是黃色一粒粒的 是呀 你去到那裡 東北營 東北餃子 去熬的竹籠 在菜本裡就有了 在所有五屋裡面 最小的那種金黃色的 哦 幾個 不過就是 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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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小米加暴槍 是小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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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黃河以北 基本上是這個 是這個 道在南方 就是這個 麥就是小麥 哦 就是那個 但是麥其實 大麥小麥都可以說 但是現在吃的用 都是以小麥為主 那不用說 粟一定是高糧 是嗎 粟嗎 沒有關係 跟高糧 不… 粟就是那個 是豆類 豆類的種親 黃豆? 黃豆… 豆類的種親 是很好的 因為它的營養是很好的 因為它營養是很豐富的 健康小貼士 黃帝內經中記載 五谷為養 五果為助 五粟為益 五菜為蔥 在古代 五谷說的就是水稻 玉米、小米、小麥 和大豆 五種菇物 時至今天 五谷其實就是飯子 所有糧食類的作物 中醫認為 五谷可以對五狀 起到養生補健的作用 而早在古代民間 就有一谷補一狀的說法 接下來進入健康知識 考考你的環節 考大家 以下五谷分別養的是哪五狀 好 這個一定是對皮 好 度一定是對肺 白對白 然後… 織就是… 織就是… 小米 深 黑豆肯定是腎 提示一下 那些… 對 豆類是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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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黑色的 以後要多吃一點 剩下這個不用說了 抹下對光 就這樣 沒有…繞個圈 好,完成 是… 合不合嗎 有些就不合… 屬最後的… 用黑豆來表示 日臣就對了 因為它的顏色 他的腎的屬性是黑 所以這個是對的 豆呢 應該屬於… 比較白的 比較蒸的 應該屬於肺 這個是… 這個也對… 這個也對的 薯呢 薯呢 薯就是玉米 但是它的屬性比較大 就是它好像木工 所以它的形狀很像 它的屬木 應該是日乾的 啊… 這個錯了 即是金黃 它的黃色比較接近 那個肚色 所以它是日皮的 即是日皮 是… 吃小米粥是養胃的 麥呢 不是… 它是養生的 麥是日生 所以麥是對生 哦… 學到東西 大概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是不是說心裡不太舒服 那就是多吃點小麥嗎 沒錯 是 可以養生 所以有些人睡覺不好 煮點小麥粥吃 可以有些幫助 現在五谷有很多做法 五谷雜量 有些做糕 有些煮粥 有些煮粥 有些煮在一起 是嗎 五谷粥 八堡粥 其實相應的五谷 應該怎樣做 會比較野味一點 以及比較適合我們入口 兼加補身呢 一句話說 好吃 其實粥是在所有烹調裡面 是最容易吃的一個 最容易消化的一個 如果用現代醫學來說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用水煮了 煮得很難 粥其實也有分度 有稀一點 有稠一點 而且不同的雜糧 不同的五谷 合在一起 它有不同的功效 所以我們用粥的形式來 吃完飯是最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對營養吸收 達到最大的作用 那你說 為什麼大部分人都不吃粥呢 因為正常人來說 人體的吸收 如果粥就很容易吸收 大家知道 喝了粥以後 隔一兩個小時 就餓了 所以如果是 以人體生餐的那個結構來說 就是達不到那個目的 所以它要吃飯 或者做成那些包 饅頭 那類的東西來吃 所以粥不是不好 是好 而且粥好在哪裡 就容易吸收 而且它可以 不同的那個品種 可以合在一起 所以粥呢 它可以變成一種 食療為主要的一個 最主要的再體 所以粥呢 也適合病人 即是病 特別是大病初遇的人 它消化功能差 我怕消化不好 對 身體藥 那會不會就是… 甚至乎食製了 那些都會有很多好處 反正 沒錯 所以有些人說 粥是否可以治病 粥一定可以治病 其實粥裡面 不單它容易吸收 它裡面可以加很多東西 包括終於說 藥食童然 幸好你知道 用一些藥 放在粥裡面 來煲 比如說 你剛才睡覺不好 我用小麥來煲粥 這樣就達到好的效果 甚至 現在的天氣不好 很容易 感冒發燒 有些小感冒 我們都可以用 一些食療的方法來解決 包括什麼呢 比如說 終於有一個很經典的 叫蔥仕粥 就是蔥和豆豉來煲粥 那就可以治感冒 蔥,用蔥和豆豉嗎 豆豉,是 什麼好 就是一般的感冒 就是初期還是已經有感冒症 初期 要不要下兩邊僵 有些鼻涕 喉嚨有些不舒服 微微發燒 早期的效果都不錯 那些外感 這些是經典方法 這些外感才是這樣的 對… 不是病毒性感冒那種 反正是感冒 沒錯,初期都可以 早期的感冒 比較輕的 治療方法 春天很多人都知道會春困 其實會不會吃五谷都有幫助 有適合吃什麼五谷呢 春天是屬於木 木氣比較重 所以春天是叫松發之氣 比較多 這個時候木氣重 就容易傷皮圍 終於說 知乾之病必先食皮 從五行的角度來說 就是木、黑肚 所以這個時候 養好胃 它的乾氣就容易發揮作用了 所以這個時候 健脾、養胃是最重要的 大家看到了 比如這個五谷裡面 那個積是最好的 小米、熬粥 來忍牙最好 可以顧護皮圍 然後讓那個乾氣發揮得更加好 如果皮圍不好 乾氣又發揮不好 從五行的角度來說 所以它有這樣的作用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說 因為有些人可能 乾氣不太好 或者不太粥的話 你調理乾氣就可以用薯 那個第二個 就是熟米 對,肉米 肉米來熬粥 或者是煮成煮食為主 它可以磨成粉 粟米羹 如果只吃粟米 可以嗎? 就這樣咬粟米羹? 也可以 如果在北方有很多東西 就是這樣吃 煮熟它吃 我看到北方有些叫玉米茶 就很硬的 曬到眼睛 然後就會用來熬粥 或者是硬成粉 對… 也是這個功效 也是這種功效的作用 其實說到五谷 很多人都會認為 除了稻米之外 其他都是雜糧 所以叫五谷雜糧 所以叫五谷雜糧 有兩個問題就會發生 五谷當中的稻米 很多人都怕吃得多會肥 吸收 稻米 那些米 如果開始用南方食物 這些比較精緻的 精米 對 所以從現代醫學來說 它行的澱粉 行量比較高 屬於糖類 糖吃多了容易肥 所以就是這個道理 對 反過來除了米之外 其他雜糧 有些人又是減肥的功效 因為它有很多微量元素 特別像蕎麥 類似這些 有些像腸道刮油 清潔劑 沒錯 即是燒脂 會否吃得多 會否吃得多 反而營養不良 太削 削得太削 沒錯 會出現這種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 這裡說到五谷雜糧 五谷來說是主糧 它所包含的營養物質是不同的 一般人來說 煮食 能夠包含到主要的營養物質 但如果是雜糧 它所行的營養就不足夠 譬如說如果是其他的花生 它是另外的物質 它行糖糧不足夠 這樣就導致 如果長期這樣吃 譬如說有些人吃番薯 那些 因為它主要的營養物質不足夠 你整天吃 就導致營養不良 這種營養不良 從某個角度來說 它不是真正營養不良 可以叫做結構性營養不良 從中醫來說也是 因為五谷來說 它可以補充人體主要的正氣 但如果是雜糧 它就不是補充主要的正氣 所以長期這樣吃 煮食不足夠 腐蝕吃得太多 身體就會虛弱 甚至到一定程度會發生疾病 所以應該搭配來吃才會更健康 沒錯 剛才教授說到五谷煲粥 是一種很好的方法 除了煲粥之外 還有沒有更方便 或者更快捷的做法 推薦了幾個 首先我們看看第一個 第一谷 五谷除了可以煲粥之外 還可以用來沖茶 下一節 呂教授將會向大家推薦五款 適合不同人群飲用的 五谷養生茶 教各位主婦在煮飯的時候 加哪些雜糧 可以令米飯更加有營養 內容很實用 千萬別走開 你好,我是Poco 早安 寶寶仔、寶寶女一起玩 神奇吸生貓飯開始了 看,看到這麼多 這個不會像寶寶 原來秘密就是 寶寶寶 真是不會像寶寶寶 媽咪寶寶 大量吸 反腹吸 還可以吸 連吸都不會像寶寶 拍拍好家賞 互室 河瓣 transferring 金 erzähl 呀 囉 熊帽約酒 有270年的製藥歷史 67味中草藥 治療风湿骨病 筋骨疼痛 脾胃虚寒 神虚气血虚 百年鸿茂 福寿百年 鸿茂药酒 始创1739 刚才教授说到五谷煲粥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除了煲粥之外 还有没有更加方便 或者更加快捷的做法 推荐几个 首先我们看看第一个 第一谷是吗 五谷养生茶的第一个 米酥茶 是否去湿的 它有一定的去湿作用 但首先我们为什么要介绍这个玉米酥茶 玉米酥是它的主要用 玉米酥大家知道 有一定的泥水、泥尿的作用 还有用现代医学来说 它有过压的作用 所以它还是有清液、养肝、疏肝的作用 玉米是入肝的 从中医来说熟肝的 如果它是利尿利水、排水的话 便可以减肥了 没错 所以对一些中医来说 塞是比较重的 这些人都可以忍一下 尤其在南方 到了春夏之久 塞是开始重的时候 梅雨季节 忍一些 尤其体质如果是偏热的 吃忍这个就好 当然这个 苏米茶里面 不只是苏米 还会加菊花 那大家就会 这个茶是熬还是葱 要熬一下 其实这个是很好的药 不如我们治疗糖尿病 很多糖尿病的经方 就是用到这个玉米酥 那会不会很凉 这个玉米酥 即是有糖尿病的人 九成九亿 也有帮助 非常合适 我想问教授 这个会不会很凉 就不会很凉 它是属于根、淡、平性的食物 所以它可以经常吃 但是你说是否要天天吃呢 这里就算 这里介绍五谷养生茶 有一个前提 所有这些茶 作为一个保健来说 一般来说 都不会天天喝 是一定的事情 你说我喝它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就可以 但是差不多的时候 最好停一下 十分之后 小朋友 小朋友要看体质 如果是属于那种 太含量、太虚就不行 比较容易 比喉咙痛 容易摔黄疗等的 就会适合 但现在属于虚 整天摔肚的 提为虚的就不太适合 那份量是什么 多少宿米酥 多少粮食 多少粮食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 但一般来说 一般成年人来说 用半两左右 半两左右一次 就差不多了 我说是新鲜的 就是入药的药材 是的 新鲜的 如果干的就不用用太多 用十多克就可以了 即是我嫌麻烦 我把粟米和酥 一起放进去煮 可以吗 可以 有些人说 如果用粟米酥 相对来说 有些人做了也没有 我觉得 我只用粟米吃光 只用粟米酥 可以吗 其实也可以 因为成分都差不多 即是煮粟米的水 是的 是的 那些也可以 不是 粟米水是好喝的 如果加菊花 就是八克菊花 就可以了 是的 菊花用10克 10克至15克就可以了 好的 好 那看第二个 好,来看第二个 先看第二个 这个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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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主要是 只要加了一个药 就是酥木 酥木是其中一个中药材 这个中药材有活血化耳的作用 那它最好的药材在哪里呢 一些外伤也可以用 所以它也是外伤的一个药材 如果你煮粟 你现在是茶 茶就不是粟 所以它要比较清 那你就用一些 就是那些腐蝕那些 可能会好些 如果你说 如果当煮粟来吃的 也可以的 那就用那个 用一些小米 或者用一些度米来煮 也可以 就是以酥木为主 是,酥木为主 然后再加其他东西 加些肉 即是黑豆也可以 黑豆也可以 如果用那些豆 刚才说的 就比较好些 就不要像那些米 搞成那些浆 黑豆和花菜 其实就这样酥木也可以 我什么都不加 只是酥木和茶 也可以… 都可以 那会否很难喝 会有些 因为它有些味道 但是换血那些也很散 酥木喝了会不会很散 所以刚才你说 加了黑豆下去就会比较好 过分 黑豆有什么作用 大家可以吃 其实黑豆还有一些活血作用 因为它… 補血活血 对,它本身也有这个作用 这个可以试一下 家里的黑豆也不知道怎么吃 明天回去煮 是的 但是这里讲一下 煮大豆一点 好像煮豆类有一个做法 那种是一定要先浸 浸水 如果不浸 很难才能熬得太多 那要浸多久 一般最好浸两个小时以上 如果你有时间浸一个晚上 浸过夜 浸过夜 那煮出来的那些就漂亮了 那这个活血保身茶 有没有那些不适合喝的人群呢 比如属于身体很窥弱那些 还有出血倾向那些 出血倾向 比如… 比如老血管以外 那些 是的,没错 爆血管就来爆那些 就是胃出血那些都不能喝了 是的,没错 那些最好就不要喝了 哦,明白 嗯 大概…好,第三个 一干解毒茶 一干解毒茶 一干解毒茶主要是用红豆 用花生衣 加红棗 可以放些糖下去 其实如果有些人 现在是糖尿病那些 你就不一定放糖 其实红棗已经甜了 是的,红棗也有点甜 所以这样煮 好,其实刚才我说到一个 如果真的要加强清液解毒的 可以加些绿豆下去 这样就会更加好些 好 因为清乾的泥会更加强些 那这个汤呢 一般是什么天气喝会比较好些 一般来说 夏天好些 夏天 还有那个秋天初期 秋老虎比较厉害那时候 跟它清乾解毒 那样比较好些 好 好,那下面来说第四个 这个可以 这个好些 其实春天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 皮胃有点濕 是 困濕的感觉 是的 这个保健茶会否有帮助 有,只要对皮胃有一个 比较保健的作用 它可以养胃健脾 所以这一般人都有一定的作用 这一般我们就考虑 或者是用一些虫子 这一类的腐蜀来煮茶饮 可能效果就会比较好些 那它对一般的 有的一些皮胃比较虚 或者那些属于这些 皮胃功能 色调的人就比较好些 这个用不需要煮的 还是就这样冲的 最好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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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皮胃症很虚弱的 最好是加一些党参 党参 党参 就是松子花生党参 党参 是党参 小朋友喝得对吗 小朋友就用太子参加 太子参 其实也对 对 小朋友保护皮胃 对 但是老人家呢 因为你知道那些坚果类 都会多油分 老人家喝了一杯 是,没错 如果从这个来说 年纪比较大 消化能力比较差的那种 就稍微调整一下 不要用那个核桃 那个核桃呢 它是比较资厉的 其实它是入神为主的 其实做什么要用这个 就是一般的人 忍一下呢 好一点 但是如果是身体很虚弱的那些呢 刚才说要加党参 另外真是很差的那些呢 真是消化能力 最好加些什么呢 加些山渣 哦 是为差一点的人都可以用 嗯 所以他有时中医呢 他就比较灵活 一定要根据他人的体质 这里说的是一般的人 比如说比较正常的一个成年人 去一般的胃肠都可以 但是有时 吃多了 吃滞了 或者是属于那个疲劳那里 都会导致中医的思蕾相疲 比如说 学生仔要考试 紧张学习 或者是一些 我们的大人 有时呢 要管任务 冷也多 这里会想到 用这些这样的茶 调养啊 就会比较好一点 好 我们来看看 第五个 这个适合我们 这个呢 这个呢 我们主要的成分 就是用那个 行刑 用不行 不行 行刑其实有两种 一种的强行 一种叫苦行 那 不行呢 就是 苦行 那个味道呢 会有点苦 但是呢 它对治疗肺的咳 会比较好一点 嗯 如果是难行呢 就是云腸比较好一点 嗯 广东人呢 煲汤呢 很多次男不行一起用 嗯 所以呢 都有一定的作用 就是两个合在一起 都可以 这样呢 以这个 因为不行呢 它本身有 清液化痰的作用 嗯 所以对这个 秋天啊 或者秋冬季节 那些 有些痰咸 效果比较好 不是冲的 都是煲的 这个呢 如果不行呢 就要煲一下 你这样就不是 完全煲 就是 先煲不行 不行你才滚它 大概五分钟 十分钟 滚了那些呢 然后 将那些 桑叶 桑叶和菊花 冲下去 一个 但是那个桑叶 一定要曬得很干 好 好 那这个茶 有什么人群是不适合喝的呢 有 如果是属于那种 韓咳的那种很厉害 就不太厉害 这种是热咳的那种 就比较好 所以吐了白痰 那种就不适合喝 白痰很稀 我想教授跟我们普及一下 咳 什么是热咳 什么是韓咳 热咳是痰黄的 口是苦的 现在韓咳是淡 淡是稀的 口是淡的 健康小贴士 用玉米酥和菊花煲水饮 可以治疗糖尿病 用黑豆、酥木煲水饮 可以活血化鱼 用红豆、花生、红棗煲水饮 可以清熱解毒 緩和慢性肝炎 松子、花生、核桃烏龙茶 可以健庭养胃 不幸、桑叶、菊花煲水饮 有解而缓咳的作用 腌款养生茶 平時大家都可以在家煮來飲用 接下來進入健康自食 烤烤你的環節 以下哪種蒸米飯的方法 更加養生呢 A,放入電飯煲中直接炆 B,加酒蒸米飯 C,加花生油蒸米飯 D,煎至七、八成熟,再蒸 全世界都是直接煮的 可能C會有 但不會放花生油 放甲蠅… 有時煮油鹽飯 油鹽飯 那應該不是D 那不是你煮飯的習慣 現在說我們的習慣 如何更養生 因為油鹽飯是為了吃這個味道 所以那天煮,可能加了油鹽 而且那些油鹽會更多油 放進電飯煲飯,直接煮 雞油飯 應該有這麼多東西 即D 最呈現的原生態吧 但我覺得D很難做得到 你會否在電飯煲裡 放出飯後再蒸 有的,以前有的 其實如果我們按古人的要求 對方來說,煮飯是很講究的 所以你不要用麻煩 現在的人用麻煩就真的不好 如果說到,確實是用D 煮飯才最符合傳統的要求 但我也不知道電飯煲 甚麼時候七、八成熟 很難 現在不是用電飯煲 傳統來說,最好以前也有鐵鍋 是要塗的 塗火 一定要雅煲 雅煲,放水下去 煲得差不多了 然後… 抽火 對 先拿出來 然後把那些水 先把米汁倒出來 倒出來以後 剩下的,再用火 再蒸一下 大概幾分鐘就可以了 那有甚麼好處呢 這樣做 說得好呢 其實倒出來的米汁 米湯 不要倒出來 這些是最有營養的 因為湯裡面 所有好東西都在湯裡面 沒錯 其實煮得差不多的時候 煮得差不多的時候 先把米湯倒出來 就喝那些湯 然後吃那些飯 那就最有營養 我們吃日本料理的時候 其實他們最喜歡 是把醋加進米裡 我覺得這種做法 會否吃都比較健康 對 他們的飯和飯糰 是怎樣搓成一塊 是因為加了醋在裡面 沒錯 你剛才說 其實這種會否比較健康呢 這種就是煮飯的方法 剛才這裡加美酒或者花生油 是其中一種 煮飯其實有四種方法 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一般你記著四個字 一個就是淡 一個就要有色 一個又要粗 另外一個就要加些雜量的東西 如果用色來說是甚麼呢 就是說你煮飯的時候 除了白米之外 你加些其他雜量 你就會有些顏色 五眼六色的飯 可能是最符合人體的營養 但是以煮食為主 不要說雜量多於煮 那比例是多少呢 一般來說 就是可以一半一半 或者是小比六左右 那就比較好 第二個就要粗 就是說你煮飯的時候 有時候你洗米 不要洗得太乾淨 或者你加些雜量粗量 可能會吃得更健康些 做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雖然五谷雜量非常好 但是其實有些人群 都是不適合吃的 究竟是哪些呢 究竟哪些人不適合多吃粗糧 吃粗糧又有甚麼禁忌呢 生吃番薯有沒有防癌的功效呢 老人家應該遵循怎樣的飲食原則呢 下一節回來 呂教授將會跟大家詳細講解 千萬別錯過 謝謝 一次,人到無判所迅 consultant arteries 我妹 九朵玫瑰 虽然说五谷杂量非常好 但其实有些人群都是不适合吃的 究竟是哪些呢 脾胃功能不好 它吸收力就差 所以吃责量的时候 因为责量相对比较难吸收 所以要注意 第二个 好像免疫力低下那个 如果责量相对营养不够 它是以纤维素或者其他微量元素 所以这个时候长期吃 它营养不够 会更加加重去不好的抵抗力 另外一个就好像糖尿病 还有痛风 这一类的高血压 吃责量的时候 注意它的成分 比这个痛风的病人 吃狗类就不太适合了 糖尿病的病人 对煮食 比如说道米 很蒸的 如果它的淀粉很高 这个又对血糖是不利的 所以这个要适当控制 是 刚才我们经常说五谷和粗糧 我想明确一个概念 其实五谷是否就是粗糧 或者两者有什么区别 有区别 五谷是我们的主食 如果说到粗糧 应该是属于扎食 有些不同 但五谷里面 它不是所有都是主要的 目前来说 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度米 一个那个就是小米 这两个是主要的 比如在北方里面 它有吃的小米为主 在南方以度米为主 剩下的就算粗糧了 其他那些相对来说 就属于比较粗了 比如说那些豆类 起码在目前来说 我们人类作为主食 现在已经不多了 以前应该是比较多 其实刚才教授你一直强调 就是粗糧搭配 如果搭配着吃的话 是否可以天天吃呢 或是加一段时间才吃呢 看你的情况 理论上它可以天天吃 只不过你以哪个为主 我建议不要天天吃 最好在医生指导下 一段时间吃 好,看完题版题之后 立刻加入我们今天的 健康达人看问题,去片 Zoey最近很喜欢跳健身操 每天早上六点半 就开始在家里跳舞了 妈妈 起床了 在做什么 昨天我去看医生 医生说我偏肥一点 要我减肥,说我血脂高 叫我多做运动 自己在这里运动一下 健康不好 做运动这么辛苦 减肥哪有用 我刚刚在网上看到 韩国人有什么生性疗法 那生性脆谱非常好 我做给你不用做 是吗?有没有搞错 是的,你明星也这么用 真的吗? 我做给你,先坐吧 好 好… 好… 兒子和他准备了 青瓜、红薯、番茄和红萝卜 说生吃这些蔬菜可以减肥 试试吧 是,我做过了,是好了 这些可以减肥? 是的,试试 试试试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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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明星怎么吃的? 我试试试 有多甜,挺好吃的 是的 在儿子的建议下 蘇姨决定以后每天 都采用这种生食疗法 来进行减肥和降血脂 请问长期生食蔬菜 可否减肥呢 生食不是不可以吃 但一定要掌握她的适应症 一般来说,如果刚才提到的阿姨 她体型比较胖、比较壮小 应该来说她平时的围场功能也好 这个时候适当吃些生食 减少些主食 对减肥、降低血脂 是有一定帮助的 但是,刚才大家都知道 如果每天都吃,每天都吃 都受不了 变成后面是个痛苦 痛苦也不重要 但到后面可能被身体搞坏了 双围 没错,不单是双围 其实整个营养结构也不好 改变了 营养结构不好 身体会有其他病 所以这些生食 不主张作为主食 长期的食物 长期的食物 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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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所以现代以后的研究认为 就是跟大豆有關的 大豆應該怎樣吃呢?一起來看看 蘇姨是一個很講究健康養生的人 最近她的兒子做事很辛苦 因此蘇姨決定 做一堆豐盛的營養餐給她吃 今天就是這樣嗎?沒有肉的? 沒有肉的,不要吃那麼多肉 這是豆腐,這是木耳 這是豆芽,這是豆泡 那這杯呢? 豆漿 全部都是豆嗎? 對 媽,你知道嗎?網上說 飲食得多豆製品,刺激素多 你也不想你兒子這樣,對嗎? 對,肉食沒那麼好,酸食 媽,這樣會很難形,吃得多了之後 那你還想傳統節代的刺激素多 當然想,不會 我整個女生生不出,知道嗎? 不會的,要聽媽媽說 媽,我不吃 吃吧 不吃 請問男性吃太多豆製品 會否導致女性化呢? 現在的豆類來說 它不能夠作為我們完全的主食 它作為一個輔助的飲食是可以的 另外一個,剛才你提到 是否吃了這些東西 會導致女性化的這個 原則上就不會 因為那個所行的那些… 植物刺激素 植物的那些東西是很少很少的 基本大不了 促使人體的變化 但是大家都提到 吃多了肯定不好 做甚麼不好呢?前面就說到 比如說它行的蛋白質比較高 好像痛風一類的人 就不太懂得吃 另外,脾胃功能不太好 吃這些比較難吸收、消化 所以這個時候又要適當控制一下 看完這個大豆的吃法之後 再研究一下小米 看看短片中的主人翁 小米又怎樣吃法 素兒聽說 小米粥的米油營養很豐富 為了幫老公補充每天所需要的 營養和鈣質 除了要求老公每天喝一杯牛奶之外 還要喝一碗米油 老公,牛奶吧,你先喝吧 蘿牛奶? 對,補鈣的 補鈣嗎? 對,你喝吧 我喝吧,試試喝吧 好喝嗎? 好喝 老公,喝完這些米油很有營養的 難得喝掉它吧 我剛剛已經喝了牛奶 老公說,牛奶和米油一起喝 會雙蔥,不肯喝 你真是很煩,浪費我的心思 煲了給你也不喝 請問,牛奶和米油可不可以一起吃呢 牛奶和米油究竟雙不雙蔥 可不可以一起喝呢 有這樣喝過嗎?我沒試過 但我覺得如果這樣喝下去 一定肚子餓 牛奶不濟,腸胃不太好 然後米油,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 油的話,有潤腸或腸作用 可能會即餓 假如小米油真的有營養 假如應該有 再加上牛奶,會否營養過剩 我覺得一杯牛奶的營養足夠 胃脹著,可能會消化不良 我覺得少有 我覺得從口感上手,先要拒絕 兩樣東西都不拉,打鼓勾在一起 我覺得很難入口 而且應該沒有甚麼必要吧 我想請教教授 這兩樣東西究竟是否水火不相容 幾位嘉賓的意見其實挺正確的 從生活常識來說,我們都知道 這些東西,口感不太好 不太正確 第二個,這兩種東西合在一起 是沒有必要的 第三個,其實這兩種東西都是好的 比牛奶是好營養的 小米油不是真正的油,而是米湯 你把米湯保住 米湯裡面所有最營養的東西都在 如果你們兩個一起吃 有時確實是太滑了 多過頭 反而你咳嗽得不好 所以這個牛奶和小米油一起吃 其實沒必要 現在說到這些就太精緻了 我們吃東西,其實不要吃得那麼精緻 應該是粗勢答貝 尤其是年紀大 脾胃功能不好 適當調節一下就可以 那怎樣調節會好一點呢 其實是有些提示給大家的 比如說我們吃東西有精的東西有粗的東西 那怎樣吃好呢 其實根據每天不同的時間 吃的方法有些不同 一般認為早餐 早餐或者午餐 吃粗一點好一點 到了晚餐就吃精一點 吃細一點會好一點 那為什麼要說呢 因為相對來說 日後,尤其是老人家 日後,早餐吃完會有些活動 一個活動會消耗很多 容易肚餓 而你粗的東西吃下去 就可以保持它的飽緊 另外一個,不容易 因為粗的東西吸收慢 吸收慢,營養維持的時間會長一點 保持它的體力會好一點 到晚餐,大家吃完飯都是休息多 這個時候吸收會好一點 而且,晚餐不要吃得太飽 一吃飽了以後 你要消化它的時間會長 加重它的負擔 影響睡覺 終於說 為不和,餓不安 即是你吃得不好,胃腸不好 影響你睡覺 這樣就不好了 所以,從它粗勢的前面來說搭配 粗勢飲食的方式來說 早餐吃粗一點 午餐精細 你粗細,三味搭配 晚餐吃蒸一點,效果會好一點 好,謝謝呂教授 也謝謝三位嘉賓 看完我們今期節目之後 千萬別再做 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人 現在分得很清楚 多點運動,別做四體不勤 分清五谷,粗細搭配 你的身體一定會更健康 好,謝謝你關注今期節目 健康百分,健康生活更繽紛 我們下期再見,再見 再見 下一期的健康100分 請來中山大學 眼科中心白內障 專科陳偉庸主任 來告訴大家 很多疾病都可能會引起白內障 有甚麼方法可以發現白內障呢 白內障的發生 和營養又有沒有關係呢 預防白內障 要從哪方面開始著手呢 治療白內障 又有甚麼先進的方法呢 請留意 下星期六 來播出的健康100分 現在確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